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台风苏利正朝台湾逼近 全台各地都有可能出现好雨以上的降雨 低洼地区不敢大意 高雄市副市长刘士芳今天会同水利局官员 视察后进西提防整建工程 要求水利单位区公所加强巡防 做好防灾工作 强力台风苏利来势汹汹 高雄市副市长刘士芳马不停蹄 视察永安 弥陀 南紫 后进西又按提防整建工程 那最主要是要提醒就是我们的水利单位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在我们很多不管是抽水系统也好 或者是水闸门等等 我们在训期前的这个维修作业跟保养 一定要能够务实 那同时要加强巡防 希望他增设的那个广播系统 能够尽快的来帮我们修复好增设 然后顺便开始可以运用到这次的风灾 2010年凡纳比台风肆虐 造成后进地区包括高雄大学损失惨重 市府在容易淹水地区新建制洪池 以免再受水患威胁 就希望说要赶快这个工程赶快 如如去的完工 然后也不会造成这附近的里面的心理环环 因为毕竟这是枪台 再次呼吁我们的市民 尤其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不要轻易到有这个危险的区域去细水 或者是登山以确保自己身家性命财产的安全 高雄县市合并后市府在各个容易淹水地区 积极新建制洪池 强化排水渠道整治 与水利设施新建修缮 今年第一个台风来袭 考验志洪池的功效 新唐人亚的电视李娟荣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道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